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 我們這段採訪又請了政治網絡主持曹家超先生 曹家超 你好 你好 今天我想關注幾個重要的話題 一個戰爭失禮的俄羅斯 會不會趁著今天24號 俄羅斯進入烏克蘭半年的日子 發起深一輪的攻擊 一個就是現在大陸那邊 一樣是輿論大帝 一個是天災人禍 一個是二十代來臨之前 另外一個就是他對北京以前的封鴻 這裡似乎現代的一些反凍 一些大專院後的學生就很不滿 甚至不斷的發條說 現在是不是想起了八九天安門六四事件 這些鐵紙也連到中共大會這樣 不過我們先關注俄羅斯好嗎 好 走兩天俄羅斯一個女記者 杜金納在一次汽車的 報紮事件中不幸死亡了 他的爸爸就是普京的親信 俄羅斯一開始指控說 這是烏克蘭的所謂 烏克蘭當然是火電了 之後看到俄羅斯捷律的一個反普京的武裝力量 承擔了責任 說是他們做的 他們之後還會發起類似的攻擊 針對很見過政府的官員 對 代回我剛剛的話題 就是因為美國也要前報顯示 就說可能俄羅斯會趁著這個 現在剛剛好半年了 埋單算數 其實俄軍就已經損失了大概七萬多八萬多的士兵了 死傷加起來就大概保守估計就是八萬上下 其實這個有生力量的損失 對俄羅斯來講 對俄軍來講是非常之沉重的打擊 問題就是說整個戰爭是否可以持續下去呢 關乎到他的盟友 其實他自己也有找一些僱傭兵去幫忙 如果大家都覺得沒有那個希望去贏的話 那個期望管理是給不到大家一個希望 有贏的希望的話 其實俄軍的氣勢就是會兵敗如山倒的 最近我們看到有個發展方向 早兩天其實我們看到金融時報 就引述一個俄羅斯駐聯合國的代表 他就叫這個聯合國去幫忙 是不是可以出手調停一下呢 如果你自己覺得那個時間在你的一方的話 就不會這樣做的 第二就是現在你看到就是 我們剛才提過了 就是這個俄羅斯 就是普京大陸 這個叫做極右的政治理論家 杜甘娜 他的女兒就被這個炸彈襲擊 最新有消息就是說 其實他國內就有一些民兵組織 就是承認了責任 俄羅斯方面官方就是極力否認的 那為什麼會否認呢 為什麼明明是有人去前面責任 其實他也要否認呢 我覺得就是兩個可能性而已 第一他真的知道這個 他真的有充分的去掌握 這個是烏克蘭的做法來的 他現在就是講烏克蘭特工 就是做的這個襲擊 但是就是烏克蘭沒有承認這個責任 那烏克蘭目前來說 其實他都很克制的 他就未至於去做這些暗殺的行為 那事實上就是你應付國內的戰爭 你都是沒有其他 你分身不下 你是不是可以有能力去到這個俄羅斯 做一個這樣的潛伏的襲擊呢 那我覺得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烏克蘭就沒有這麼的資源去做 那但是為什麼 如果你說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就不是很相信 是烏克蘭派人去做一個這樣的襲擊的 我比較相信 這個真的是這個俄羅斯國內所為 那但是為什麼俄羅斯 就是你看到克里武漢公 這麼極力去否認呢 那我相信就是 其實現在這個民兵組織 他就引述 就是說 他現在的說法就是 因為這個普京是一個修憲 以及一個 令到斯拉夫民族 持相殘殺的一個戰爭反子 那他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這個普京 為什麼要是 就說不關他們的事的 他們是老作的 不是他們去做的這個襲擊 我覺得正正就是怕 就是現在普京正正就是要怕 就是他這樣去說 就是有一副百刑的一個作用 那如果大家都覺得 就是說 因為其實這個民兵組織說的嘛 就是說你促使到這個 斯拉夫民族自相殘殺嘛 犧牲了我們很多的國內的人 去實踐現在這個普京的個人行為的戰爭 那就是如果大家都有同感 大家都對戰爭的現狀不滿 大家也都見不到整個戰爭 有一個勝利的希望的時候 那就可能會促使到其他國內的人 就是會響應的了 那所以你要團結你自己國內的人 那你就要把那個矛盾 那個焦點 你的對立面就要聚焦 你政治上面你一定要聚焦在烏克蘭上面 因為你不可以 給這個國內聲聲火 支火燎原 那所以政治上呢 你看到就是普京 他寧願就是就算 名屈都要的了 都要說這個烏克蘭所為 嗯 就是現在是不是顯示到普京 他的後院起火啊 就是以大陸那個 那個語言去表達 就是他是前面打戰 但是後面就有人去反對他了 但是另外我也看到 其實國際對烏克蘭的 烏克蘭的聲援都算是挺大的 現在好像 美國就說要繼續追加 30億美元的安全援助 德國又說要計劃給5億歐元 瑞典和斯洛伐克都會一樣去給錢 接著加拿大就反制俄羅斯的60多個人 和一個撒體 全球60個國家和國際的組織 現在還正在開一個國際的會議 討論俄羅斯吞變哈利米亞的話題 現在是否說到整個國際對俄羅斯來說是非常之不利 因為其實之前烏克蘭自己本身的總統的次郎 其實也都預計過 大概是五六月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預計過 計過這條數 八月的時候 整個戰爭就會出現轉捏點 原因就是因為 美軍的裝備 逐步就是撫運到了 現在那個物資上面 還有在這個軍備上面 其實已經是開始出現一個 恥蕭比掌的一個情況出來 烏克蘭的軍人 那個士兵的損失 很自然是多了 他們公佈了 我剛才看過好像說他們的損失了一萬個 如果一萬個來說 相對於俄兵來說是少很多 但是烏克蘭的損失其實不只是士兵的 因為其實它在烏東的地方 其實它是馬爾烏玻里 有很多人 是一千上萬的人 甚至乎超過十萬的人 是被衝軍了去俄羅斯 但是如果你純粹講兵力上面來說的話 上個星期其實都出現了一些突破性的發展 因為其實美軍的哈馬斯的導彈 真的是發揮了一個作用 甚至乎現在你看到就是烏克蘭 甚至乎是反攻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 大家都知道 克里米亞其實在2014年的時候 被俄羅斯侵佔了 正正就是因為那時候侵佔了克里米亞之後 其實損失了一個很重要的港口城市 就是烏克蘭 而自此之後 克里米亞也變成了俄羅斯 這個黑海艦隊的一個大本營 現在烏克蘭 它現在一下子就反攻克里米亞 雖然現在主戰場都是烏東來的 但是烏東對於俄軍來說的進展緩慢 大家都在抓他 但是現在這個烏克蘭 突然間它是反攻這個黑海艦隊 其實我覺得就是一個 琴擦先琴黃的一個作用 因為其實你黑海艦隊 其實它也是對於俄羅斯 在南部尤其是港口城市 就是好像是這個黑爾松的攻擊 其實是起著一個很重要的指揮 和一個物資供應的一個作用 所以現在你要攻擊這個黑海艦隊 攻擊這個克里米亞 其實就有一個琴擦先琴黃的作用 令到俄羅斯首先一定要有一點點 就是叫做維藝救兆的作用 同時間也是 而烏克蘭現在這樣做 其實我想一定是有計算過 如果這個時候反攻這個克里米亞的話 再加上國際的聲音 超過60個國家都是聲援烏克蘭 拿回克里米亞的話 而俄羅斯在聲勢上面 是被比下去的時候 其實不僅止俄羅斯國內 在國際上面都受到一個壓力 就是真正正正的內外交困 對於俄羅斯來說 對於普京本人來說 也是威信大受打擊 如果大家都看到現在的局勢 竟然是出現這樣的發展的話 其實唯一一個反攻的機會 就是如果普京反攻的機會 除非他發動核戰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在那個時間去推演下去 由一個戰爭自然去發展下去的話 對普京對俄羅斯來說 其實是挺不利的 看到哈爾松那邊 其實這個已經被俄羅斯佔領了 導致那邊也有俄羅斯的非戰爭人員在撤退 因為有幾個大的橋 就被烏克蘭炸毀了 連累他們的後備不足 可能他們的生活都艱難了 可能阿草都看到 有一篇報道 是一個俄羅斯的士兵 他自己走爛走出來 就說了他們整個親怒過程的 就是他們那些狀況 就是他們的那些經歷 看到那些軍心都不是那麼穩的感覺 另外也看到烏克蘭總理 就警告俄羅斯 如果你是到那天前後 發動新一輪的攻擊 烏軍必定會強力反擊 就說了哈里米亞一定要由烏克蘭管治 阿草都知道哈里米亞 其實是2月24號之前 俄羅斯入侵之前 那個時候已經是被俄羅斯吞辯了 現在看到烏克蘭總理好像 第一次都抓了很多 這個是否可以說戰爭的轉機 那個有利的一方 都被去到烏克蘭這邊 是啊這個是 因為其實你整個軍力 那個有生力量 真是似少比將 你除了士兵上面 俄羅斯選兵折將 得不到補充之外 而他自己本身的僱傭兵 其實還有最重要的也是這個白羅斯 白羅斯也都不是很幫到手 那就是中共也都是 就是搏手搏腳也都是不敢出手 其實都是投鼠忌器 就怕美國的制裁 所以現在在俄羅斯 本身你在國際上的援軍 已經是很孤立的了 那和時間 就是經濟上面 這個物資上面 軍備上面 也都是沒有辦法 得到一個足夠的補充 那其實也是 這個我覺得自然的發展 一點都不意外 尤其是你黑海艦隊沒有了這個 沒有了這個莫斯科號之後 那就是你相反之下 你在這個西方 尤其是美國 英國 對俄羅斯的支援 是源源不絕這樣來 那所以其實這個烏克蘭的總統府 其實在五月的時候 大概五月的時候計過數 八月就會出現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突破性發展 那時候其實這個 扎蓮斯基的一個總統顧問 其實那時候已經做過一個估計 八月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是很重要的時刻來的 那當然其實就是計 就是拜登當時 對這個烏克蘭的撥款 那去到八月的時候 變成一個軍備上面的支援 就逐步到位了 還有計過數就是說 這些烏克蘭的士兵 就開始懂得用這個美食的裝備 尤其是長程導彈 就是開始懂得用的時候 而這個西方對這個烏克蘭的無人機的支援 也就是你看到其實是越來越多用 變成在這個現代化科技 現代化的一個軍備上面的比拼 俄羅斯在戰場上面是比下去的 而這個士兵上面有身力量 無論是軍備也好 人員也好 其實現在大家都看到一個此消彼長的一個趨勢出來 那為什麼俄羅斯駐聯合國的代表 都要叫救命 都要叫幫忙 然後就投訴這個烏克蘭 根本上是沒有一個妥協 沒有一個很合作的一個談判的一個誠意 其實為什麼他急呢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個時間真的不是站在俄羅斯那邊 而其實拜登之前在批准的撥款支援烏克蘭的時候 都說過 他就說是不是和談 你都要看一下 我們都要在戰場上得到優勢 你才是可以和談的 那麼首先 這個就要令到普京面對現實先 令到他知道 再打下去 對於俄羅斯來說是不著數的 無論是國內國外的支持 都不是站在普京這一邊 那所以你才可以令到 就是烏克蘭不至於就是要各地賠款 又要做一些喪權辱國的妥協 那其實大概五月的上下的時候 當時法德的國家 就是這兩個老牌的歐洲國家 尤其是馬克龍 他就主張 他就覺得 就是扎連斯基是應該 其實是認真真去想一下各地的問題 但是這個很明顯 扎連斯基就不會妥協的了 既然去到這一步的話 大家都看到就是這個趨勢 其實現在打下去 對於烏克蘭是有好處的 因為其實這個時候是更加 令到習連斯基是不會妥協的 如果烏克蘭人 大家都覺得時間站在自己這一邊的 而現在這個時候 你輕易走到桌子 是跟俄羅斯去談判 那你會不會變成 去做出一些沒有必要的讓步呢 我覺得 習連斯基現在就講得很清楚了 他現在表態 就是說 起碼他要拿回克里米亞 但是如果克里米亞都拿回的時候 他更加不會陪 更加不會陪上了現在烏東的地方 譬如你現在 鄧尼茲克亞和魯金斯克這些地方 其實打下去的話 其實就是要俄羅斯全面撤出烏克蘭 就是這個習連斯基是要全盛的 現在很明顯看到 那其實這個國際的壓力和戰爭的發展 似乎都會逼得俄羅斯的普京低頭讓步 畫面或者是有沒有可能 他又主動來求和談判呢 這個可能是有沒有 普京作為一個威權主義的國家的領袖 他本能上就不會自己主動去妥協的 因為獨裁國家的領袖 威權國家的領袖 如果你自己帶頭去認錯的時候 其實你的後果是會不堪設想的 你立刻就會面對一個倒台的危機 獨裁者的心態就很重要 其實就很簡單的 什麼都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自己的權位 自己是不是可以保得住的權 保到權就保到命 但是如果一旦他自己連權位都沒有了的時候 其實就等於如墮心冤 就立刻就變了戰犯 對於他來說是末日 當然對於俄羅斯來說是有好處 但是普京既然現在還是大權在握的時候 如果他看到一個這樣的可能性的話 他就可能會不惜一切 就作出豪賭一波了 這個就是獨裁國家 威權國家的一個特質 她就是了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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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他希望他去使用個人威權 去统治这个国家 如果他那个个人的威权 和民众对他的信任 这个是信仰来的 都会开始丧失 你看到俄罗斯人 如果开始去责疑普京的权威 甚至嘲笑他的时候 而这种压力 蔓延至整个俄罗斯的高层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对于普京来说 如果他感受到这种危险的话 可能他就会 好到一波 这个正正就是 法国总统 马克龙一早就是 担心过一件事 就是说 不要去挑衅 不要去羞辱普京 因为如果你羞辱普京的话 他就怕一件事 就是普京他就可能会发癲 因为他是一个核子大国 而他是一个涌核的国家 一个涌核的国家 不要说爆发核战 如果他们将那个矛头 攻击的对象 去攻击乌克兰国内的核电厂 对于整个欧洲来说 都是噩梦 就是等于现在在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波罗核电厂 其实之前都受到攻击的 甚至乎要停产 那现在我们不知道真实的状况是如何 但是如果一旦失控的话 如果一旦失控的话 就是扎连斯基以外的其他欧洲成员国 尤其是和这个 乌克兰接让的国家 首当其中他们最害怕的 就是 整个战争 就是那些升级的恶果 就是那个难民潮 那个核污染的问题 就是最害怕的就是失控 但是 如果你整个 你整个敗势已定 对于普京来说 敗势已定的话 其实对于欧洲来说他们都害怕 有个危险就是 他们不惜一切就拼一拨 那俄罗斯的 俄罗斯和威南战争的发展 可能大家有多关注中共的态度 可能中共之前就是这个战争 没有发展之前 就是有不少的报道都知道 其实中共和俄罗斯是有得谈过 谈过这个话题 甚至乎可能双方都有默契 那之后美国都通过了一个作战法 以习近平为名的作战法 就是要调查 习近平和中共政府 有没有支持俄罗斯的战争从而 有可能会受到制裁 我想看现在这个环境来说 对中共来说 是不是很尴尬呢 这个时候你觉得 嗯 尴不尴尬呢 习近平呢 其实说就是一套 做就是另一套 他说呢 你看到习近平经常都说 就是说 就是 这个叫做两鼠鱼鱼鱼鱼 就是这个叫做 你哪一个大胆的 就是这个叫勇者性 其实是 其实是 但是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炮浪头的道理 就是如果我不怕输的 我是不怕死的 我跟你斗大声 斗拼命 他经常觉得就是民主国家 就是很多东西 就是都怕这个民意反弹 因为很多民意牵制住 而独裁国家的优势 就是在于一人的意志 就可以骑劫整个国家 一个人就是代表了整个国家去做事 而没有人可以牵制到他 这个就是做起决定上来 就是中国作为一个独裁国家 极权国家 其实是零射快捷的 但问题就是说 习近平是不是一个 是这么勇于豪岛的一个人呢 其实在过去这一个月 我们看到佩洛西访华 其实佩洛西访华前前后后 我们看到其实习近平治下的中国 已经露了底了 其实你看到他 就是无论是胡锡进 不断出来放话也好 这个外交部 赵立坚出来说 叫大家拭目以待 国防部也跟大家说 就是说他现在 这个严阵以待 但是你最后后 佩洛西特的飞机一来到 我竟然就是说 透过南华早报就是说 哎呀我们偵察不了阿基 因为我们被干扰 原来这么可笑 原来这么差的 原来是 然后呢 这个《华尔街日报》 就前前后后爆了两件劲料出来 这个就是白宫放出来的消息 就是说原来佩洛西访华之前那星期 那习近平呢 就亲自就要求普京 就去叫停佩洛西 要求他阻止佩洛西访台 第一 第一 要求拜登 是的 要求拜登就是阻止佩洛西访台 这个是此其一 第二 他自己私底下就跟拜登说 就是说他无意战争 无意发动战争 这个不是开战的时机 哇 大哥 原来你外面说的一套 躲在房门一对一的时候 又是另一套 是吧 这个就被我们看到 《华尔街日报》做了两篇报道 就被我们看到了 原来呢 就是你一个习近平呢 就是恶如头老襯底的 其实是 原来你也是炮浪头而已 真是去到做决定的那一刻 你就是原来自己会缩的 是吧 狭路相逢勇者胜 是吧 那究竟他有多勇呢 他经常这么说的 就是斗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叫做狭路相逢勇者胜 但是 他忘记了 就是 这个不是说只是勇就可以的 如果大家都知道你的底子 就是 你是没办法 没有实力去打的话 那就是 你最后你自己就老了底了 是吧 就是因为狭路相逢勇者胜 这句话 就不是习近平独创的 这个就是廉婆说的 这个好像就是 下一句就是什么呢 就是勇者相逢 就是智者胜的 智者相逢 就是仁者胜的 人者胜的 人者相逢 就是义者胜的 所以习近平讀书呢 就是讀一半都没有 就是讀一句而已 这个就是他自己的浅薄 就是纯粹是 恶如头老趁底 就是露了底了 现在就给大家看到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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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